也好,欢迎收看6月4号大花联地方新闻,我是吕惠 花联县政府举行了6月份升旗典礼 由县长徐中卫亲自主持 表扬县府业务达人还有圆梦团队 同时他勉励县府同仁,危机就是转机 0403地震重建需要全新政策和创新思考 县政府会和中央单位议会及民间团体携手合作 一起为花联的重建来努力 县长徐中卫表示 0403地震不只是时期建筑严重灾损 还造成速化公务中断 感谢来自各界的资源以及民间团体协助 才能够最短的时间之内救灾 拆除围楼以及恢复公路交通工程等等 有救援近期仍有余震 导致各地游客对花联旅游仍有遗迹 花联县政府积极推广县内旅游补助 鼓励各社团出团县内旅游住宿 更欢迎各地游客走进花联旅游购物 品尝特色美食体验多样丰富的自然人文之美 今年的0403我想这一次甚至胜过于107年的0206 107年的0206三栋金河市的住宅将近200多户的损伤者在宇 但是这一次201栋的红黄单将近1970户的在宇 那这一次的严重性以及之后的影响性是非常非常大 附近的工程算在做 我们的经济要过 产业要过 所以我们自助 所以我们发给13项政府公所 以及发给我们索尔县政府补助的 无论协旗民地或社团 把县外旅游转成县内旅游 我们要自助 我们要自己花莲人支持自己花莲人的产业 因为在如此多的余政 真的大家对于来到花莲 有相当的果実不全 还有相当的疑虑 典礼大中心的许中也表扬了业务达人圆盟团队 来感谢基层同学们的勇心和努力 记得终于花莲道